一颗颜光色灰色 我们一颗颜光 我们佛性就好像一颗颜光一样 色 颜光是色 可是没有形象 就是我们讲的 真心不露思维 望心本无触手 三尽求心心不有 心不有次望颜空 望颜空次即菩提 无相光中常自在 我们之前有没有讲过 一定有 只是望了而已 所谓无相光中 这边讲的就是社灰色 就是没有色 就是无相 没有形象的光 常自在 所以把这个记忆 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 真心不露入思维 所以思维的时候就不是真心 然后望心本无触手 就是我们的望心没有地方守在 之前不是用茶杯来比喻嘛 我们说茶杯我很喜欢 结果把它打破了 喜欢的心去哪里了 找不到 它没有地方守在 所以望心本无触手 三季求心心不有 三季过去现在未来 要求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都求不到 三季求心心不有没有 心不有处望颜空 心既然没有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 我们要攀岩的那个 攀岩都没有没有地方攀岩了 所以三季求心心不有 心不有吃 望颜已经空了 望颜空处即菩提 望颜的空处就是菩提 然后无相光中常自在 没有形象的光常自在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边 因为他讲到 那个一颗颜光色灰色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 解说比较详细 因为那个无相之光 就是颜光 就是我们那个佛性之光 它没有形象 可是它非常亮 佛曾经讲说 我们那个佛性发挥的那个光明 百千个日夜 我们一个日夜 一对日夜就已经很亮了 它是百千个日夜 那么亮 我们的佛性那个光 可是我们都没看到 都没看到 所以要讲说无相之光 没有形象的那个光 它等到什么时候看到 当做鬼的时候就看到 做鬼就看到 就说我这么光 可是我们是要做那个筋 光那个有人去做鬼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有对待了以后 那个就会呈现的那个现象